好我們來看到左邊Fireball所選擇是一個刺客陣帶和尚 然後在右邊的部分是一個雙飛喔 HK今天在第一場比賽選擇雙飛 這邊Ginco在一個空中位置做一個很大的火力輸出 那這邊Fireball則是選出 那TKH這邊是右邊是4-7-6 對第一波不用打了 因為在開局雙刺客Fireball已經先倒了 然後這個會這樣直接進點 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刺客直接進場 對這邊的話我不投這邊 喔!直接被一個刺客我接著收掉 這邊的話Fireball又是一波進攻失敗 對右鍵的一個非常準啦4-7-6 來看一下這一波是Kyros的一個和尚 在另外一個角度是把芒果仔給打掉了 對那這樣子的話 那TKH可以進場去對法拉去做很多的壓制了 可是目前進場的人員Fireball是從後面進場 法拉應該是在正面位置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補到傷害 但是Rocket的一個星星是空中擊殺掉的法拉 我們可以看到K4開啟的戰術鎖定 這一波的一個攻勢還不錯 這邊在右邊的一個閃光也收掉的情況之下 配合前線的一個溫斯頓 這個點上沒有被奪走 對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四個燈亮 那這一波的一個關鍵點落在 不能丟太多的大 不能丟太多的大 因為HK的一個慈悲已經有復活了 全部角翹的情況之下被復活就很難打 對沒有想到這邊是Opto拿法拉 好以往之前Fireball錯雙位 真是有NZNR去拿法拉 對因為在整個三隻K來講的話 我覺得閃光的位置至關重要 對 好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正面的一個會戰 慈悲的大還扣著 芒果斬還在 這邊是 來TH開啟的戰術鎖定 第一時間被A-Team直接電掉 人數上面Fireball還是不夠 點上的一個爭奪 包含自己的路西尾倒掉 這邊是ROCKET的一個進場 直接開一個長雅塔的一個無雙 要保這一波 但是人數上面Opto被打掉 還是不太足夠 再來看起來是芒果仔的一個慈悲 是陣亡了 所以這一波是沒有復活 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他們 Fireball想要呈現的是 和尚掏一球激活一波 但是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不只是三個刺客激活目標不足以外 和尚也是被限制在償還 沒有辦法做進場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芒果仔回來了 這一個是兩個人 好 直接復活的情況之下 這一波這個會賺NZNR發揮的相當不錯 但是被復活給康掉了 蠻可惜 目前來TH換上第一把 到點上去做撐場NZNR也還在 但是A-Team這邊是封鎖掉 閃光進場的一個路線 但是閃光還是憑著高傷害 直接收掉A-Team 對 在這張地圖中其實 很多人說法會怎麼會原式 那會出閃光原式 因為這張地圖 並沒有太多高低差 那閃光的話 這張地圖相對是會比原式來得更多 好 這邊小鈴丟出了脈衝炸彈 但是無功而反駁 另外一邊失陪了隊友的一個擊殺 K-4的一個戰術鎖定 非常的厲害喔 這邊是打掉對方的一個路線喔 在空中的一個機甲也直接爆了 這個是開了一個機甲原地要穿回來 喔 這邊是 自爆丟出 喔 這邊從炸彈炸到了一個跑步到一半的K-4 這邊有機會 目前OVERTIE正在燃燒 在點上只剩下一個星星喔 不透的也進場開啟 跟 哇 這一個火箭彈幕效果非常的不錯啊 那在Fireball這邊比較關鍵的K-4 K-4的一個和尚的一個殘牙塔 進了已經快完成了 Fireball很陡 這邊一開始直接掉了兩個成員 兩個輸出倒下的狀態下 Fireball這邊成員不多 Rocket這邊可能要開啟也先進入做撐場 等到不同戰爭之間要復活再趕到點上 這邊我們看到K-4的一個和尚武裝已經直接開了喔 這一波要保 想辦法要撐住 喔 和尚這一波的一個輸出還可以接受 對 換頭來說是有換掉了 點上我們可以看到今天靠直接開了火箭彈幕 面對對方的一個文斯盾 沒有收到太多的一個效果 但是點上這邊我們可以看到Fireball撐得很好啊 所以這邊就必須要確保這邊小靈的脈龍戰爛能打出一個破口 再來就是慈悲的一個復活也快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歐鋪頭先把CQP給打掉 好 喔 這個是原式 K-4的一個原式 但是芒果甩被打掉的情況之下是沒有形成復活 Fireball最後一波的一個防守 我們可以看到 HKA沒有人進來嗎 這個是K-4直接溜到外面 也沒有血量啦 那進點這一波的復戰直接被打掉 有人進來已經推到Overtime CQP有最後的一個機會 好 直接進點 有 這邊路西歐到點上是做撐場 目前沒有人路西歐現在很靈活 做跳躍還是被Nighth給收掉 今天Nighth的狀況很好 我們可以看到點上阿婷的一個野性之路直接爆開喔 這邊要做一個撐點 配合地面部隊的一個小靈 這邊是閃光的一個出色發揮 先把對方路西歐給打掉喔 這邊左邊的一個復戰 看起來點上有Nighth的Diva 還有空中的一個Opto 小靈到側邊但是血量只剩27D很殘 馬上被NZR給減掉Overtime很快 現在HKA人只要一離開點 一瞬間就會被FB給占下了 這邊直接拔刀 但是空中有優勢的是Opto CQP先把Opto給打掉 這邊芒果仔要拚復活 我們看到這一波能復活幾個 只有一個嗎 一個 一個也還可以接收 已經進入到Overtime 旁邊已經沒有後路了 一定有人拉就拉 但是NZR這邊閃光沒有解決到狀態下 是持續的把人頭給收掉 自爆這邊打出第一個破口 是Rocket的一個星星身亡 小靈還在點上 K4到了點上 兄弟齊心 好 我們可以看到Nighth的 一個小敵發送口那還被打掉 但是河山光頭趕來了 Carros這邊還在點上 閃光的部分還在撐喔 最後Overtime是由Fireball所拿下喔 那這邊的話 第二端題舞來到控制中心 雙方會踩312 HK我們看到這邊是312的陣型 但是這邊Fireball 一樣是拿著132的陣型 那這邊的話我們打速度要夠快 但是控制這張地圖的機制 刺客要發揮要很會利用地圖的機制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河山被套 套對方球的情況之下 萊茵這個時候 唷 被奶回來 小靈這一波出色的一個發揮 打出一個破口 Nighth的位置 沒有人可以限制喔 可以看到在高塔處 但HK這波是點上的人數還是比較多的 開頭的NDR掉的有點快 那這一波是Rocket直接從旁邊 用走的喔 用走的直接過來喔 我來偷點 我逼你回來 因為132沒有什麼本錢去突破你的一個阿門的狀態 所以我敢來偷點逼你過來 哇我們可以看到正面萊茵倒了喔 Javix是打掉阿婷的一個萊茵在空中的一個制高點 Nighth有非常好的一個輸出火力機會 好前面直接拔刀 拔刀拔刀 這個時候收刀 哇還可以是做掉對方的一個原始 Fribo他也知道說他的陣型沒有本錢突破你的一個壓門 所以我不如來偷點 這邊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那也成功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萊茵被套球的情況下 這邊奶線很充足 沒有人做一個干擾 這個蠻狗仔這邊補得非常的愉快喔 這個是前線沒有血的情況下 他直接被奶回來 Rocket的一個側翼的一個攻擊 這一波是直接下去了 但是你也發現剛剛畫面上HKA的芒果仔 他使用的安娜其實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干擾 前排你打不贏 旁邊有沒有受到打擾的情況下 我覺得對Fribo來講是一個危機喔 對超凡路身的這邊開啟Nighth 這邊戰鬥鎖定開啟先點掉了k4 Rocket這邊一跳也是踩死了18 人數優勢 好這邊直接往前 是我們看到Rocket的一個 喔喔這邊要開嗎 不開 直接把後排全部電掉 今天KR的一個引力彈 目前的討厭就是 對方很散 你到底要怎麼吸 因為沒有萊茵讓你吸 也沒有正面的部隊 所以對他來講 他的一個引力彈就 要看狀況啦 好第一時間的部隊是直接到了後排去做傷害 那這邊的話是被逼退 第一時間軍靠停的功能量收掉 雜不可思的怒吸歐 原是拔刀開剁 K4這邊直接收掉卡洛斯 好點上我們可以看到NGNR還在喔 這邊閃光是對對方的路線 又進行一個騷擾 旁邊的小鈴過來救駕 16滴的一個血量不是太足夠 直接閃爍回來 68滴在點上直接三個圍毆一個 好下一波的會議戰 我們可以看關鍵來到 Fireball 然後可以是有野性之怒 那麼HKAK4的一個拔刀也即將完成了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進點來說的話 旁邊的刺客進場了 好溫斯頓還可以 哇但是一罐直接砸了兩個掉 哇這一罐好像傷害有300一樣 直接砸死了兩個 還有一個溫斯頓 對已經進入到Overtime 呃泰國隊最後的一個機會喔 好可以看到這一個是原始進場 但是沒有收到好的一個效果 這個是野性之怒直接開了 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 對也直接被當充電保 好Nafix踏點還可以 這邊是配合地面的一個閃光部隊 遠距離是76的一個輸出 還是要踏點被推開了 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看到這場比賽 雙方戰成1比1的平手 剛才空洞的地形其實相對是乾淨簡單 對最好高高低低的 像這樣的一個陣型還可以落跑 沒錯那這邊的話 我不走這邊拿出法拉 那他們Fireball現在要把戰場維持在廣場 是他們最想要做的事情 這邊一開始轟炸不錯 CQP這邊很危險傷害都有出來 對沒有人 在空中的一個Oputo 進行一個限制喔 我們可以看到地面炸得很爽 但地面部隊撐不住 對 我們可以看到是9TH掉了 情況之下 哇自己的一個路修也掉 這一波是打得有點辛苦 Oputo剛才炸一炸發現說 欸奇怪怎麼炸的是兩隻補是兩隻殘克 那對面兩隻輸出咧 對面兩隻輸出已經把我們家後面給偷掉了 對後排偷的非常的快 HK他們所選擇 包含帶和尚 和尚那個位置一開始 芒果就矮掉了 那點內的一個會戰是 喔這邊是那一TH也把阿婷的一個行星給打掉了 人數上面我們可以看到Fireball是有優勢 喔這邊HK戰鬥19炮但是目前掉下兩顆人頭 這閃光沒有辦法打掉和尚的話 對於中後啟示影響很大 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一個溫室都被套球 KARS這邊是把小玲給換掉了 兩邊互有往來喔 五對五在場上 對雙方的和尚都非常漂亮的表現 哇 K4這個預判 看到你的降落位置一個旋風火箭直接做了擊殺 NDR重新佛國出來幫助炸彈有收掉A-Team 對現在看起來 喔唷 K4真的是火力相當驚人喔 在點內的部分還是Fireball的 好小玲這時候手中我有賣場炸彈 要直接進點 歐普特掉了 在外圍那個部分還沒有進點就掉到 對HK這邊是開戰用鎖定 讓彩亞塔這邊是開啟超版陸陣 附送你進場去做一波傷害 那在TH這邊也有開戰用鎖定 這邊是打掉GIMKO的機甲 好這邊被套球的一個溫室都也陣亡了 看一下歐普特的法拉 喔我們可以看到在左邊的位置有沒有被頂 這邊只有單法拉 喔喔直接被頂了 火箭彈幕先把它給噴掉 對歐普特剛好按下Shift一起飛瞬間 戰術鎖定就開始了 第一時間直接收掉 馬上做一波壓門往裡面壓進去 對就是單法拉的一個飛壓 因為沒有那個 持飛機可以幫你把血量給補回來 HK開始有在限制他一個進場的位置 那再來就是HK這邊芒果仔的 和尚的一個無雙也看好了 這個就是在等他的一個 我先彈幕一開的情況之下 這個位置很高 這個傷害密集性不夠 那這邊直接是被K4給收掉 好那一波打不下來 因為包含CQP的一個 剛剛是銀波平障直接開了做一個底銷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到了97%了 Fireball還有三個大還沒有開到 那麼已經進入到Overtime 沒有人踏點嗎 沒有人踏點 好第四張地圖重新來到的是 我花園 剛才Fireball是在這張地圖 是拿下了一勝喔 那在TH開頭就收掉CQP 來勢洶洶 A team這邊血纏馬上做個撤退 這個點Fireball直接搶到 對 那Gincal等一下 他可以做的事情有兩個 第一個是冰刺牌速度角 他的 小靈的進場位置好的話 不然就是他要限制住那隻法拉 去跟他做對射 那第一時間小靈進場之後被K4給收掉 但是K4也被星星報仇了 好這一波混亂喔 這個是Opto還在 Gincal對Opto 喔唷打中一砲 非常的痛 喔唷 Opto把自己炸死 這個不想讓你炸死啊 在法拉的一個狀況上面 其實他們應該是不小心 打到那個劍植物的邊邊 對啊 剛好也收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來看一下這一波點內的一個會戰 Diva進來 呃自己的路線又進來再做一個 補血 但是被套球的情況下 他那一TH是不保了 這個點HK可以搶回來 好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從後面 進場 這邊是NZNR的一個閃光 配合空中的一個Opto NZNR這波會戰 他是當第一個箭頭 去做探測跟情報來源 然後呢Opto會跟殺他後面 那現在要直接 側上 喔太早開槍了這個槍 他可以直接閃過去 進去再開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有 旁邊有7-6在保 所以這個是一個4-2的一個站位 旁邊就會固定站一個7-6 這次HK進起來 在尼泊爾就出現一個套路 增加你這時刻 竟然要受我後凱的一個高風 一個風險性 好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開起來戰術鎖定套上奈米強化 但是這一波這個效果還可以啊 配合火箭彈幕 人數上面HK是領先的喔 如果可以一個人數不足的情況下 先退回來 而且血量也是蠻低的 剛才一樣 NZNR會先順到旁邊的走廊去 然後去探情報之後 Opto會跟他進場 卡洛斯在第一次先收掉K4 喔從這個 CQP直接衝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閃了NZNR 直接把他被打掉了 我是刺客 我不是輔助 我說過很多次了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合唱直接開大 要保這一波 那麼Fireball的攻勢 人數太少 人數太少 對 但是對Opto也有耐心 他要繞到點上面再去開火箭彈幕 第一次開啟 哇沒有人 這個 這個有點衝動 點上就有個小鈴 這邊是被做了擊殺 這個只是 一種過程 有NZNR限制到了彩雅塔 這開頭 不是我算大學是有點空炸 但是這邊收頭 是先換掉四顆人頭 好 卡洛斯在點上 也有所發揮 K4有被限制住了 直接往後一拉 好這邊是要拼一個重生 好這個是 直接 從小鈴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從後面偷偷摸摸的 要找對方的一個後排 來看一下 找到廣頭 看到了 我看到廣頭了 這個時候衝過去會黏一顆 脈衝炸彈 好不黏 直接把他點掉 直接點掉 這個閃光沒有被發現 這邊換9TH危險了 對 這邊沒有補極限喔 這邊被推開了 直接被推到下面去 小鈴這一波 手中還是沒有有脈衝炸彈 好 沒有辦法 遇到兩個直接針對 在點上的一個彩雅塔開大 情況之下 千靠是炸掉了一個 但是 喔 這個夠準 旁邊應該還有和尚 在幫他做一個補血 哇 千靠第一發直接中 這歐普通被逼出火箭彈幕 空大空用火箭彈幕 也是蠻豪氣的 好 這邊進入到Overtile 沒有辦法能夠踏點 所以HKA在黎江天塔 是3比1獲勝 這邊是一個fireball 歐普通法拉的一個精彩衝炸彈 好 來看一下這個 喔 這個是左劍先點 直飛 漂亮 兩發是把對方給打掉 這個是 利用的 地形的一個擊殺 直接把對方的一個K4噴下去了